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2月4日 星期五 最後我會放在大興村的居民拍攝的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的 獨家的 他現在的遺風情況 有少許介紹 今天北京東澳開幕 我要早點做 因為老闆無法上載手機 所以要早點做 下面有什麼新聞做不到 我明天再做 開始 曾經入獄十一次 患有直腸腺癌的社運人士古思堯 今早早在長手行青山道永勝工業大廈的住所 被警方國安處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 並押戒他去到長手行警署繼續接受調查 另外有呂長毛之稱的雷玉蓮 中國工黨副主席陳敬松 社運人士陳以明 和前民主黨的黨員馮敬文 同日都在不同地點給國安處的警員帶走 正在不同的警署協助調查 古思堯本身是今早打算用 升官法財賀東奧為主題 去中聯辦抗議 指不滿中央政府只掛著搞東奧 不顧港區國安法被濫用 令不少香港人被監禁 不過他未到場 就傳出消息被捕 雖然現在未有社員人士去到中聯辦 不過中聯辦外面好像御林大敵一樣 警方實施了封路措施並截查車輛 附近的西區警署外面也有警員駐守 一個患有直腸腺癌的七十多歲 伯伯 都能顛覆到國家 都能煽動到人 能顛覆到國家 不是吧 我們國家這麼偉大 這麼堅實 怎麼會的 沒有理由的 我們的政權這麼強大 不要搞它 不過一告又不能保釋 放回它吧 我想 應該國安處沒有事做就純粹 免得他搞搞震 純粹拉一拉 應該放的 免得他今天 東奧開幕 免得他今天在中聯辦那裡搞搞震 早前香港懲教署就公佈了 除了豁免人士之外 2月16日起 探監的親友必須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否則不能探監 不過處方 今天又再宣佈 近日接連有確診市民進入不同懲教院所 探訪在囚人士 為了確保在囚人士及各持份者的安全 將會在星期六起 到本月13日 暫停在囚人士的親友探訪 包括定罪 和患難的人士 懲教署說 如果有緊急情況 相關人士可以致電個別懲教署更新事務組 和職員聯絡 本台再致電懲教署查詢 剛剛我打了懲教 懲教署的職員指 視像探訪的服務維持不變 懲教署早前接莫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 一名確診市民曾經在1月13日到1月28日 多次探訪 壁屋懲教所 的在囚人士 白沙灣懲教所的一名懲教人員也初步確診 另外也有確診者曾經在上個月24日到荔枝國收入所探監 壁屋懲教所的探訪室 星期五已經停止運作以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 相關的懲教人員 和在囚人士需要接受檢測 另外白沙灣懲教所的探訪服務也在同日暫停 即是星期五、四日即是今日 直至零行通知 疫情下懲教署在2020年7月暫停 所有公務探訪室內進行 非緊急情況之公務探訪 雖然羅湖懲教所也有懲教人員確診 但也未試過大規模 暫停親友的探訪 雖然在囚人士依然可以用書信和外奸溝通 但日目前所有外奸 外奸交來或者寄予在囚人士的物品 都會徹底消毒 存放至少三天才會派給在囚人士 意味著 在囚人士收訊的時間會再延長 唉 探監都 搞到我不知道 我想這次應該不是 不關政治事件事 他真是想清零的 那就繼續清吧 以解散的前資源會副主席周銀彤 被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即是和顧思耀一樣 他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第15次申請保釋 港版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全 Peter Law 聽過周的陳詞後 拒絕批出保釋 亦拒絕豁免刑訴訟條例9P 對保釋程序的報導限制 周銀彤繼續保留8天的保釋覆核權利 但羅德全說他已經申請了十多次保釋 要求他先提交書面的陳述 如果有新的法律 或者事實觀點 再盡快排期處理 意味周銀彤未獲得下次 保釋覆核的聆訊日子 即是現在 要你先寫信去 因為你太多保釋了 他這樣說 周銀彤 你有甚麼觀點 他無論如何都不批你保釋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沒有新的觀點就不批你保釋 周小姐 小心 保重 另外 周嘉誠自從去年6月獲得保釋之後 他再作出可能被視為違反國安的言論 被人撤銷擔保 他今天又在西隆裁判法院申請第四次保釋 第四次親省保釋 國安法指定法官又是Peter Law 拒絕批出保釋 周先生 周嘉誠 又是周恒同 又跟周恒同性 周先生就不保留保釋福的權利 繼續還 去到2月8日 再會就這個初選47人案上庭 很快1月8日 4天 周嘉誠在陳詞之前 他先說 跟各位說聲新年快樂 有旁聽人士就回應新年快樂 但是Peter Law就說 哪一位叫 Peter Law 俗子 即是羅冠就說 法庭有秩序 警告公眾人士密騷擾運作 否則會請他們出去 嚴重的 甚至會 會乾犯這個藐視法庭罪 有後果的 這樣說 他又指 法庭上每一位人士都希望來聽案 不是 走來聽其他東西 周嘉誠 他就說 國下 即是法官國下 年初四好像有些火 今天 除了大興村現在 封緊之外 屯門那邊都有大事發生 今天下午2點多 龍門路 近湖山河半公園 對開屯門河 一艘快艇突然燒著 火燒連環船 波及附近三艘山板 龍煙直捲半空 遠到屯門市中心都看到 消防趕到 開喉罐救 將火救息 初步沒有人受傷 暫時還未知甚麼原因 是火燭的 那麼 說說今天疫情 今天新增195宗 初步確診 59宗源頭不明 深水埗成為總災區 10宗源頭不明 那我想現在上班了 繼續爆了 將會 唉 看看誰不幸運了 最後大家看看片段 現在大興村裏面的情況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鄭陽頻道月輝贊助 因為林鄭5時半才見記者 我現在5時錄的 暫時看不到她講什麼話 這個八婆 應該就是兩人限聚會講的了 她會公佈兩人限聚 明天再跟大家講吧 Patreon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 這裏就是大興村興平樓隔離的情況 每戶就這樣放一張小椅子 就叫你派飯 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再走出去看看 因為這條村比較夠 但地好像很適合 其實還可以的 我們住這裏也不覺得它是有什麼問題的 其實 有一戶 這個很壞的 有些人 假裝沒有人在這裏 一直沒有去做檢測的 被它這樣圍封了 其實就很無理的 昨天 未圍封之前 就叫我們自己去檢測站和檢測 有些人排了一個多小時 我說好 坐一些45分鐘而已 6點多檢測完 昨晚11點又再去 那當然沒有人收垃圾了 看到沒有看到 很多垃圾在這裏 但是 至少OK啦 只可以這樣說 好 那一會兒 下到大堂再拍一拍 現在我們活動 叫做自由 可以下大堂 看看去什麼情況 今早上有些街坊已經說要上班 哭了 我們現在下去搭電梯 好 電梯都乾淨的 看到是 下去再拍 好 這個大堂情況 這裡大堂 我們是很大的 分前後 這樣被它封了 好 那現在呢 看看出不出到它座頭 先我們 是出到去的 外面就有幾個保護衣的人 封 守住吧 守住 不讓我們出去的了 那有些街坊呢 都是下來問一下 不要拍人的樣子 我們 就問一下 什麼時候就可以了 是乾淨的 地下 我們其實目前沒什麼事 好 告告完的